香噴噴現烤麵包出爐 放到鐵盤上散熱才會進行分裝 除了烤箱包含電冰箱 電磁爐都要用電 經濟部拍板四月開始調整電價 讓業者叫苦連天 如果以漲百分之十來說 大概一個月多三千多塊的成本 那以我們現在二十家店來說 大概一個月多六萬塊的成本 以店面平均調幅 每月七百度以下 百分之三 七百度以上至一千五百度 為百分之五 一千五百度至三千度 為百分之七 最高用電量三千度以上 調整最多為百分之十 經濟部臉書小編 今天用電量大的店家採時間 電價一年能省四萬 若以臺電官網計價 平日夏季 用電離封為半夜至早上九點 非夏月同樣在半夜至 清晨六點以及中午時段 被民眾罵爆是要半夜烤麵包嗎 而經濟部證賜 臺電代理董事長曾文生 二十七號表示 更用電平均電價為三點八元 小四點至晚間十點是 尖峰時段等於無需半夜烤麵包 還是讓業者非常不滿 如果四點到八點這時間 不能烤麵包 他進來就會沒有感覺 他就會像來到便利商店一樣 一旦掌聲響起 勢必再多出一筆支出 其他小吃店自助餐 業者恐怕也要跟著漲 我們平均下一個月大概五千多 那未來應該會漲到一萬 小本經驗嘛 物價上漲已經很嚴重了 我們幾年到今年已經 真正 電價反映在成本上 業者同學擔心漲價後 消費者恐怕不願意買單 TVBS新聞化售品網絲純新費 採訪報導